而今天4月26号是复理箱代表会第21届定期大会 由箱公所各科室来进行实证报告 而其中箱长表示 复理箱公所有向交通部提报 复理幸福广场串联罗山自行车系统建制工程 计划经费是700万元 并表示因为台九线要拓宽 导致了农会到清洁队的出口只有一个 所以有大型游览车到农会或者是幸福广场都无法回转 必须要走幸福广场旁的联络道路 要绕到游客中心从罗山的十字路口出去 所以当初就先与众管处交通部来讨论有必要的工程 而目前这项计划也正在审查中 4月26号是复理箱代表会第21届的定期大会 由箱公所各科室进行实证报告 其中乡长表示 复理箱公所有向交通部提报 复理幸福广场串联罗山自由车系统建制的工程计划 总共有700万元 那跟各位代表报告 这个700万呢 就是因为我们台九线要拓宽 拓宽了以后在农会旁边就是到我们那个环保所里面 它只开设一个开口 所以这个当初跟众管处跟交通部来商品跟他报告的时候是有必要性的这个工程 并表示因为台九线要拓宽导致农会到清洁队的出口只有一个 所以有大型的游览车到农会或者是幸福广场都没有办法回转 所以目前呢 是计划在审查中号 可能会择审管处跟我们复理箱公所来完成 这一条这个工程 商长表示大卡车要走幸福广场的联络道路要绕到游客中心 从罗山的十字路口出去 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当初就先跟众管处交通部讨论是有必要的工程 目前这项计划审查当中 记者高双双不理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